这一个源于一海之隔的品牌,如何在澳门找到融入当地的切入点? 中国电信一直于大中华地区受欢迎,却一直未能在澳门打入年轻市场。 中国电信澳门为塑造品牌新形象,推出一系列策略提升品牌认受性、年轻化配方。 包括以白色魔方概念重新装修门市,以平板计算机为销售工具,增加免费APP下载专区,手机配件销售热点及引入24小时自动缴费柜员机。 最重要的还是大量的革新理念。 配方准备好后,年轻人在哪里呢? 大三八、喜马路、喜院、咖啡,他们不在路上,而是在网上。 中国电信明白年轻人的喜好和需要,问题是应该如何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呢? 首先,我们从全澳门最受年轻人欢迎拥有特强用户网络的社交网络平台Facebook着手。 配合情人节的节日气氛及澳门商业中心超过50平方米的户外屏幕,我们推出了全程高呼I love you的活动。 粉丝可自行于Facebook App,上载视频或相片,想爱人、情人、朋友是爱。 获得最高票数者的作品可于中国电信期间分店的大型屏幕上同时播放,与全澳市民分享爱。 以免费视频广播及情侣手机做礼品吸引参赛者,这既可建立品牌又可推广产品及服务,一时二鸟。 邀请Facebook朋友投该用户一票,达到人传人的病毒式营销效果。 利用Facebook广告,当用户赞好,他们的动态随即出现在朋友的消息上,加强粉丝专业曝光率。 活动广告亦透过Google多媒体广告联播网,投放到年轻人热衷的网上讨论区。 其他网站的友情宣传令活动于其他平台的曝光率大增。 当然,也会透过其他营销频道,包括电邮、应用程序短信、WhatsApp、报章、手机短讯、门市短片及电台宣传这活动,走进年轻人常用的平台和他们更贴近。 结果,活动引来很大回响。 全程高呼I LOVE YOU活动开始后,Facebook专业粉丝数量大增,我们持续更新有关产品及生活有趣信息, 令更多年轻粉丝对中国电信品牌产生好感及对产品感兴趣,并将这个网上活动成为一个长期及能够转换销售的计划。 对于我们Facebook专专专业或整个公司的形象,人们就多了关注在我们公司里。 因为我们以前在Facebook上做一些宣传或新手机上市时,都没有什么人理解。 但是通过了这个活动,可能每一天我们都有投资,大家关注率高了时, 我们放了很多服务专专业或计划,很多人就会立即看到,立即会打到热线问,甚至在门市问。 所以对我们的SFO方面,其实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的branding方面,即我们的品牌形象, 在澳门人心目中是加深做的,我们其实都算是成功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